自从Omicron全球在盛行 大概台湾也会紧密的注意这个部分 那大部分因为大部分国家现在面临的困难 包括现在即使在美国 就像刚刚几位专家所提到 美国应该是个高风险的国家 那比方说以他们的北华盛顿州 其实现在目前还是一样就是 它的ICU跟专者病房的占床率都九成多 九成五大概就是爆满就是不够用 所以它还是蛮惨的 那所以呢在台湾其实一开始就在想 尤其是首当其冲 因为现在大部分一开始还是从国门进来 就是包括境外移入 以及后来因为淘机的这个事件 那都导致于所以其实我们在新北市 包括台北就北北淘基本上 大概是首当其冲的地方 那所以大部分大家想法都在解决 就是要解决全世界都面临一样的问题 现在Omicron它的问题不是造成重症跟死亡有多少 因为这个这个趋势这个比例是变低的 但是呢如果你一旦轻症也都要收到那个专职病房去 那基本上就是系统还是没有办法应付 就知道到最后其实这很像那个大型灾难一样 就是发生传统的大型灾难 我们通常灾难的我们的学界呢 我们的实际实务者都说 那种我们把伤患分成黑色红色黄色绿色 黑色是死亡因为资源有限 黑色通常反而不管 那最重要就是那个重伤就红色 救他会或不救会死的第一优先 但是呢一旦是真正发生的时候 其实通常第一波被占满所有的医疗资源的 其实就是那些轻症 那同样的如果是Omicron 基本上以目前的政策来说 只要是被PCR是阳性的 基本上就是确诊 那确诊的话基本上就会到医疗院所 那现在北北桃 目前所有的急救责任医院 包括我们福大医院 福大医院虽然还没有正式由医疗评件 升格为医医院 但是现在大概就做医医院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轮流收治 比方说今天如果机场有减出20个 就第一顺位这家医院 第二顺位这家医院 轮完20个然后可能再 就是再轮流收治了 那其实是 现在包括新北跟台北 其实也算从善如流 就基本上开始就下礼拜一 开始就是过去的那个防疫旅馆 也要开了 就换句话说 未来就是轻症还是会放在防疫旅馆 或者加强型的防疫旅馆 而不是直接住到医院去 医院还是要保留实力 尤其在过年期间 大部分还是有很多医护人员 超过一半以上 他是要去休息 要放假 只有上我们在第一线的人 会可能在那边连值五六天 然后呢 其实还是有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卡要过 所以要把这些实力留下来 去收治那些真正需要的 比较严重一点的病人 那这是目前的一个做法 那或许可以解决这样的困难 那确诊的部分 现在其实我想中央以及所有医院 其实面临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还是清零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但是其实我们的中央疫情中心 基本上也了解 Omicron跟过去的Delta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中间有一些修正 比方说以前的解割是从三次的 要三次的PCR阴性才能够解割 后来其实就改成两次阴性就可以 那现在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假设你第一次测PCR的CT值是小于11 而且完全没有症状就可以解割 因为他就认为 对不起小于30 因为他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旧的案例 那或者是说你如果N抗体 也就是中和抗体 你测出来是阳性也就解割 或者是说你有两次测PCR都是 即使有一点点症状 但是两次都是小于30 也把你当作救案 大于30 对都把它当作救案 表示毒性很低了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实际上 依据实际的需要做的一个修正 那换句话说 其实在清零 清零应该是很严格去执行 包括刚刚的这个帛琉的旅游泡泡 理论上如果就清零的政策 应该就是立刻停止 但是实际上 Omicron基本上它的行为 就是传播力广 但是重症低 死亡率低 所以中间要找一个平衡点 是目前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Zither Harp